現在有一個逢寒必酸的 這個人叫什麼 王浩宇又出現了 他說自從擔任市長以來 沒再打過一場麻將 然後結果他就在 林志宏的臉書這邊留言了 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怎麼會覺得他會誠實 我老實講 你倒是告訴我 他到底哪裡說謊 我覺得你如果 要以這種標準來看的話 你知道他甚至來說 韓粉捐一堆錢給韓總買什麼 又點點點 你看這個人就是個數喇叭 也不敢真的講什麼 你覺得他買什麼你就講 你又不敢講 問題來了 如果你要用這種標準的話 你的乾爹 當然他不是你的真乾爹 網路瘋的乾爹 叫鄭文燦 鄭文燦當初不是就被林瑞圖 爆料說他跟梁文傑 桃園縣黨部駐文燦 兩個人 從澳門接受陳寅柱花酒招待 結果這兩個人還跑去告 告林瑞圖 結果後來認定兩人 曾接受陳寅柱招待 判決林瑞圖勝訴 就被法院認證的 對 法院認證 你們到澳門去喝花酒 然後判林瑞圖勝訴 你有沒有用同樣的標準 去檢視鄭文燦 鄭文燦在你看來 到底他有沒有說謊 所以像王浩宇這一種 每一次趁上臉來給人家打的 我覺得是最好笑的一個人 光初選就已經弄成這樣了 那怎麼辦 因為你想 因為前陣子我看到 聯組粉也拿出來說 這也說 那也說 那等到初選以台灣的選舉文化 台灣的選舉文化就是瀉民 你知道嗎 但就完全失去人性的溫度了 有沒有做好什麼樣的 其實準備要去面對 即將到來的這些黑的公式 那一定黑 不可能不黑 你去上廚房好不好 這個我看到阿公過世20年 水利會的地 水利會租地只有一個條件 不准開八大行業 不會再做酒店 舞廳 什麼把勁館你不能開 其他你交租金就好了 過了20年 但是你媽的阿公 不是算你阿公 問題是人家水利會都講得非常清楚 你也交租金 一切造法 那像這樣的狀態很多 還有國有財產局的 國有財產地上面有這些 當捲戰打到要講到祖粉的時候 那表示可能也沒有東西好 對啊 連祖粉都打了 對 接下來對不對 接下來還有什麼 他一定會一直不停的打 就30年現在沙石場他也會打 滿清末年的事情也會打 你就讓他打吧 因為知道他會打 這點最關鍵 我們已經知道你要打 那你就打吧 那祖粉畢竟是家分姐那邊的 你家自己的祖粉沒問題 我們祖粉在很遙遠 花河邊 這個在羅索 桌成熙 他講他會過去 差什麼東西我們看到的東西 很遙遠 你最好怕一個人 買張機票給人家去看一下 搞不好你那個都會被做文章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用的方式 用了女人 用了喝酒 用了麻將 這三件事情來打韓國瑜 今天用麻將這件事情 用照片就來K韓國瑜了 可是你們那個全國不分區議員 他自己本身也貼在 他自己臉書上面有喝酒的照片 可是照樣批韓國瑜 甜甜喝 可是今天甚至還酸說 韓粉捐錢給韓國瑜去買酒喝 但絕口不提的就是 他自己在網路上面號稱的 這樣的乾爸爸的政歌 曾經也爆料到澳門去喝花酒 而且還被法官給認證 現在看起來 綠營的人士可是24小時 死盯著韓國瑜不放吧 如果說用情治單位 用檢調單位來介入選舉 我是覺得說 這個國家的工器不宜這樣使用 但有沒有 我們看起來 彷彿就像有的樣子 你這個韓國瑜出國到巴黎島 全家人一起在這個交儀廳 我們知道交儀廳都是有一些 象棋 麻將 西洋棋 大家有時候就是排一排 玩一玩 搞不好就抓了兩下而已 然後就好玩 就弄平了 就算了 就這樣 麻將本來就是個遊戲 又不是說真的是在那邊賭錢 或者說跟外人什麼 這不是 王浩宇每次就碰到這種 他就喜歡大作文章 可是他的大作文章 又刻意好像留下一點點的 這個影射 然後讓你去這個有模糊的空間 然後讓人家去遐想 但是當人家檢驗到他的時候 他馬上又講說這個什麼 這個不要政治追殺 你這個叫什麼追殺 你在講女人 人家在講這個影射說 韓國瑜有小三 外面有一個小孩 你馬上弄一張照片 然後馬賽克 然後說什麼 大家猜一猜這是誰的孩子 你現在又說什麼 韓粉捐錢給韓國瑜喝酒 這種話你說得出來 鄭文燦現在幾乎每天都有喝酒 我們桃園的記者 多少人跟我講過 早上 只要是早上的行程 我們鄭文燦一定遲到 早上的行程他一定遲到 而且你如果靠近一點 一定聞得到酒味 我請問你 鄭文燦現在喝的酒錢 又是誰出的錢 韓國瑜如果是韓粉捐的 請問鄭文燦喝的酒 是納稅人的錢嗎 所以我們會不會去怪他晚上喝酒 不會 坦白講我不會怪鄭文燦晚上喝酒 為什麼 你市長你必須要到處的去 應酬 去跟市民打成一片 我覺得很好 你這個 所以王浩宇 你在檢視韓國瑜 在北農當總經理的時候 跟這些菜商 跟這些菜農在喝酒的時候 請問你 現在鄭文燦幾乎天天 都跟市民在一起喝酒 你認為這樣的行為對嗎 我詹江村認為對 你認為鄭文燦對不對 不要兩把尺 你們這些人 讓人家瞧不起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要講喝花酒 抱歉 我那個結拜兄弟 我那個結拜弟弟鄭文燦 年輕的時候跟我喝過花酒 那叫女人我在場 那時候我還沒從政 他那時候剛當議員 我們在黃澡酒店有沒有 所以那都有叫女人 我在場 你若否認的話 我可以把幾個我們的結拜兄弟 都一起找出來看有沒有 我們青商會的 所以王浩宇 你有時候搞不清楚 你看你沒事 你又一直弄一弄 你又弄到我結拜弟弟鄭文燦 我就跟你講 你有時候你沒有證據 然後你不要用老師在那邊隱色 隱色隱色 然後你的乾爹 我的弟弟 然後就這樣子 又被你牽扯進來了 所以我們就是這個樣子 不要太過於 真的是用顯微鏡 然後莫名其妙的去放大 然後去扭曲 然後去抹黑韓國瑜 這樣子 這個政治選舉選到這樣 那真的是 是窩錯 嚇人 有 我們注意到 韓國瑜他今天上 沈玉琳的直播裡面就提到 他的岳父在30年前是做殺食業 但被人家說成是殺人業 另外他也很清楚 綠營的一些打法 大綠的打法就很簡單 現在用的就是一些重量級的消息 像這次韓國瑜在國外打麻將的事情 而周邊的這些小綠們 用的可是打游擊戰的方式 在攻擊韓國瑜 我們先講殺食業好了 我告訴各位 你民進黨重量級的人物 去經營殺食業的不在少數 從宜蘭到屏東不在少數 從北到南都有 從北到南都有 除了從北到南都有以外 那最重要的 你拿30年前 李嘉芬爸爸從事的殺食業 這個不太好吧 至少李嘉芬的父親 韓國瑜的岳父 他這個殺食業所賺得的利潤 不到你們的零頭而已 只不過我們懶得講 這是一個 第二個去攻擊人家的目的 就是李嘉芬的家墳 祖墳 祖墳 對 我現在告訴各位 各位去新店山上 到屏東鄉下 還有甚至於到苗栗某個地方 我想問問民進黨 那一些都是誰的墳墓 是李嘉芬的四 五倍 面積更大 面積更大 你們怎麼不講 對不對 我們通通知道 最重要的 他就是把他塑造為 你們李嘉芬是黑道家族 就是黑道家族 對不對 你是一旦塑造為黑道家族 那下面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合理化 所謂的合理化 那你打麻將 因為打麻將 各位要知道 由吳子嘉董事長上次不是爆料出 那位女性嗎 他們家就是開家庭麻將館 那你民進黨也有去打 那他們不管 他們就是說 你韓國瑜你打麻將 你現在喜歡打麻將 然後過年又再打 你說你從來沒有打 好 對不起 你說謊等等 他們是用竄的方式 我覺得這些都對韓國瑜傷害不大 真正對韓國瑜傷害最大的 前面的緋聞我們不講了 後面北農時代競選時代的緋聞 北農 那我先提醒韓國瑜 你要好好想一想 北農時代的緋聞跟競選的時候的緋聞 還有第二個 北農的採購 還有北農人士的安插 那當然他第三步這些都完了以後 我告訴你 民進黨至少還有三個案子 所謂三個案子的話 就是稅金的問題 還有政治獻金的問題 你最重要的 你有沒有把你的政治獻金 你拿去自己開公司 我都事先預告 因為我陸陸續續跟綠營朋友 他們都跟我談到了這些事 我想從郭董 要決定要不要參選那一天 民進黨一定出手 攻擊韓國瑜的這一些地方 韓國瑜你要注意啦 我在他的學院 就帳了 來自尊